曾广宣文中有一句汉称七字唐宪三宗将唐宪宗与唐太宗唐玄宗并称 唐宪宗并未成就盛世 为何由此评价 原和中兴是如何达成的 此次中兴为何只是昙花一现 唐宪宗是怎么死的 唐宪宗李纯 出名李纯 大历十三年2月14日生于长安大明宫 唐顺宗长子母为庄宪皇太后王室 王室狼牙人 幼时以梁家子选入宫中为唐代宗才人 当时王室几十三岁 被唐代宗赐给还是皇孙的李宋 生下李纯后被立为如人 李宋被立为皇太子时 王室被封为梁帝 永珍内膳时被封为太上皇后 唐顺宗下崩后 王室被尊为皇太后 成了唐开国近两百年来 继武皇之后 第二位在世时成为皇太后之人 王室魏唐顺宗生有两子三女 他人和功训 极力意志外籍 教会勉力后功 在史书中口碑国家 终于元和十一年三月 李纯六七岁时 祖父将他抱至西上 问他辱谁子在吴怀 李纯回答是第三天子 唐德宗一而连之 在父亲嫡妻被祖父所杀的情况下 李纯即长此身份于祖父的宠爱于一身 其父虽有二十七子 弟弟们也无法动摇他的地位 真元四年六月 李纯被封广陵王 真元二十一年正月 唐德宗驾崩 以换封级的唐顺宗继位 唐顺宗在前邸的旧臣王批 王淑文等人上位 迫不及待地进行了革新 过于激进的做法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掌兵权的宦官首领巨文真 联合有雍立之功的汉林学士郑音 以吴迪立长为由 要求唐顺宗立李纯为皇太子 于是李纯改名李纯 4月初六日被封为皇太子 革新派收神策军兵权失败 王淑文又要杀反对革新之人 还拒绝了西川节度史维高 想扩大地盘的要求 与维执意起了内讧 维高等节度史转而支持李纯 在聚文真等人连番打击下 革新于7月失败 7月28日 李纯监国 8月初四日 唐顺宗宣布传位李纯 自己为太上皇 于次年正月驾崩 8月初九日 李纯登基是位唐宪宗 祖父和父亲都向忠心大唐 但一个能力有限 一个为病所累 都未能如愿 李纯此时27岁 正是年夫立强之时 也有至兴堂 他一登基 就推辞了岳母生平公主所献美女 并下令不得进宪 珍奇祥瑞 贞观之志 开元盛世是他的目标 他知道这些不是皇帝一人能做到的 无论是中央集权 还是开创盛世 都需要名相的补助 于是他加大了宰相的权力 军国书籍 尽规至于宰相 他尚未登基 监国之时 就用曾是郭子仪部下的杜皇长为相 登基后 重用曾被李毕推重的李吉福 曾被王淑文打击的吴元恒等人 但形势变化远比预料快 8月17日 为高暴毙 其心腹刘辟资历为留后 再起翻阵之乱 此时李淳刚刚继位 又是由宦官雍立 对朝堂的掌控力不足 只能稀释宁人 在12月封刘辟为节度赋使 行使节度使权力 刘辟得寸进尺 向朝廷所要为高求而不得的三川之地 被李淳拒绝 元和元年正月 刘辟公然进攻东川 混东川节度使李康与紫州 杜皇长 李吉福都立主讨拔刘辟 23日 李淳用神策军高崇文等将 与山南西道共同出兵讨拔刘辟 据文贞建军 官军进展顺利 10月 高崇文任东川节度使 刘辟被斩 西川平定 但高崇文将属地物资搜刮一空 李淳派武元恒入属治理 治属期间 因武元恒赏时 裴杜开始展露才华 被刘辟放回的李康 因失守之罪 被据文贞善杀 据文贞因此被指专横 又与其他宦官起矛盾 被孤立 离开宫廷 原和八年死 李淳逐渐将神策军兵权 转移到自己的亲信宦官 吐突成垂等人手中 并且一改之前 宦官有权无印的情形 此后 唐朝宦官 纠绳军政 世人专达 权势欲打 在刘辟作乱期间 下随节度使 韩全义因无功骄横 渡皇场并其治事 太人接替 韩全义病死 其外甥杨惠林 起兵抗拒 朝廷调兵期间 杨惠林被部下所杀 下随平定 元和二年初 李淳继续集权 用亲信替换朝中各要职 他拜李吉辅为将 太泛西朝为朔方 林 年节度使 以隔旧臂 替换戍边将领 镇海节度使李奇 见下属被平定 胡自安 李吉辅与五元恒都认为他必反 要求调旗入京 10月 李奇不断拖延 杀听命朝廷的大将 当李淳正式下令太人接替他时 上吊甲称部下兵便 杀流后 大将 奔自己为主 李淳派临近军队六路并进 击败李奇 11月平定这席 李淳将李奇拒敛之才 充这席百姓当年赴税 既充赢了国库 又收揽了民心 皇帝本人及朝廷的威信 得以提高 李奇的妾 正是被李淳纳入宫中 生第十三子李仪 此后几年 天下烧安 李淳相继 愿用多位有为的宰相 恢复国力 李吉福与史官一起编撰了 原和国际部 详细分析了国家财政的弊病 及其产生原因 对之后的改革 以及后世 都有积极的意义 原和三年 李吉福在 牛里党争开端的那场硬事后 被贬 裴继维下 裴继对赋税制度 进行了改革 改足额缴纳 为按市场流通的省估缴纳 同时规定观察时或节度时 只征收所在周的赋税 作为公费开支 不足时才可征收所辖之郡 以此减轻人民的负担 裴继还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局限了李将 崔荃 同长 机要证物 违向后 又用为贯之 裴度 支支港 着把李仪 简为御史忠诚 这几位之后相继任宰相 经与李财的李迅 诚意也被重用 元和五年 裴继中风 李纯全力救治 可惜裴继没能好转 于当年去世 此时的唐朝 共有四十八藩镇 其中 割据藩镇七个 不报户口 不纳赋税的 半割据藩镇八个 三分之一领土 不受朝廷控制 情势相当严峻 但也不是没有突破口 这些藩镇本身也有内忧外患 对外会互相攻打 也会为了利益携手 队内 被和平传承的概率相当高 元和四年 承德节度时 王氏真死 其子王成宗席位 李纯的想法与祖父当年并无不同 想趁机派人接替 欲反抗就出兵 李将立劝 认为应先解决相对孤立的怀西 再动河北三镇 李纯不听 太吐突成垂 领兵讨伐王成宗 吐突成垂无君士才能 官军连败 最后只是擒杀了 怂恿讨伐王成宗 又暗中通敌的 昭义军节度使 卢从使 李纯拓于压力 将了吐突成垂之物 不久又提升 比乎亲信的同时 李纯也认识到 李将的意见是对的 开始重用他 元和六年 李将败相 李吉辅二次败相 二人意见总是相左 元和七年八月 魏伯节度使田基安病死 李吉辅劝李纯出兵 被李将劝阻 李将认为 田基安子田怀见年幼席位 对属下后国布军 力声乱 只能依靠朝廷 才能保证不被其他藩阵吞并 朝廷可坐等为国归复 事态发展果然如李将所料 田怀见年幼 家奴蒋士泽掌权 隐不重不满 要拥立田兴 田兴要众人 随他归复朝廷 才肯接位 众人同意 于是 田兴杀蒋士泽 十月 率领六州之地归顺朝廷 李纯在李将建议下 重赏了田兴及其手下将士 得到他们的真心归附 自年初 李纯受田兴简教公布尚书 御史大都 魏伯节度史 策封一国公 赐民红正 年末 吐蕃范边 李将建议将经西北神策军 交由各驻地当地的节度史统领 以便战时统一指挥 李纯同意了 元和八年 李将因在朝中树敌不少 贾托族籍请辞 罢相 改授礼物上书 李纯从属地召回吴元恒代相 李级补于次年去世 元和九年 白西节度史 吴绍阳病死 其死吴元纪逆丧 以复并魂于朝 自领居物 李纯知道后 派出官员调计 吴元纪并不迎接 直接反叛 李纯在吴元恒 陪度极力支持下 决意讨白西 多番准备后 四年正月出兵 吴元纪暗中勾连承德 王成宗 平庐资卿李诗道 二人多次上表 请求赦免吴元纪 被李纯拒绝后 李诗道派人 名为驻战 实则撤走官军 他还派数十次客袭击 和阳转运院 杀人焚粮草 许多朝臣因此动摇 劝李纯从淮西撤军 吴元恒与裴度态度坚决 5月 李纯派裴度亲临前线宣位 不久 中午节度时 李光延大败淮西军 于失去 番阵为挽回败局 派人刺杀吴元恒与裴度 吴元恒死在上朝的路上 路过的白居易成了目击者 裴度也遇刺受伤 不少朝臣劝李纯扁裴度 向番阵妥协 吴元恒的死让李纯暴怒 也更加坚定了他平淮西的决心 他拜裴度为相 在元和11年6月冠军战败时 也坚定地支持裴度平淮西 元和12年 裴度亲临前线指挥 并奏秦免去监军 使得诸将不受撤肘 士气大振 出展接节 10月14日 唐隋邓节度使 李宿雪叶入蔡州 秦吴元恒 11月 展吴元恒 怀西在割据30余年后被平定 元和13年正月 李氏道打算献宜 密海三株之地 遣长子道经为治 请降 王成宗破于刑事 通过铁红正线 得第2州 遣二子道经为治 谢罪 不久 李氏道下而复叛 李淳调集多路人马 在7月讨拔李氏道 田红正 李肃等飞影之下 大败资清君 与平如君 4年2月 李氏道及其二子 被部将刘雾所杀 资清12州平定 王成宗于 元和15年病死 其帝王成元 上表 归顺朝廷 大师所居下 其余藩阵也纷纷归顺朝廷 李淳在众贤臣的辅助下 让唐朝再次统一 为祖父一雪前耻 使称元和忠心 这确实是举国同庆的好事 但很快 怀惜平定后 李淳的自满情绪就迅速膨胀 他信仙 好佛 想求长生不老之药 元和13年 李淳下诏征求方式 能为其拒敛财富而被重用的皇甫国 向他推荐了配置长生药的山人柳壁 他还派遣宦官至奉享法门寺迎接佛谷 刑部侍郎韩玉尚书 肯切正简 李淳勃然大怒 要杀韩玉 裴渡等力保下 韩玉被贬为朝周刺食 四年 因皇甫薄的挑拨 裴渡霸相 正值日渐衰败 同时李淳开始服用长生药 性情变得暴躁一怒 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 实在 元和15年正月27日 李淳为宦官所害 十年42岁 妙号献宗 李淳的死因 看似与明家境地的人营宫变相近 其实不然 远不止是几个宦官为自保弑君这么简单 李淳为皇孙时 娶生平公主与顾爱长女嫡妻 生有第三次理由 但此次婚姻显然是正值联姻 李淳需要郭氏一族的支持 登基后 李淳又开始忌惮郭氏势力 无历后 只封郭氏为贵妃 皇帝无皇后 则所有儿子都非嫡子 无敌立长 李淳在元和四年 立长子李宁为皇太子 两年后 年仅十九的李宁病死 世号会召太子 历代对李宁死因多有怀疑 因为郭贵妃既有动机 又有手段 她的母亲是唐代宗长女 祖父是中唐时期的晴天助食 父母还流传有最打金枝的家话 娘家实力强劲 从小养尊处优的她 本是李淳嫡妻 群臣请立她为后 李淳却没有同意 李又是嫡子 却不能成为嫡皇子 要屈居庶出的兄长之下 这都是郭贵妃不能忍的 李宁死 还有皇次子李宽 李淳担心李宽人身安全 在元和七年七月 立李又为皇太子时 让宰相崔群为李宽起草账表 如果李淳的操作仅是如此 改名李运的李宽 与改名李恒的李右 或可相安无事 政权是可以平稳过渡的 李淳却不甘心政权 落入郭贵妃之手 她虽命李运让了皇太子位 又让掌神侧君的 土秃成垂支持李运 拜同样支持李运的 皇甫勃为相 李恒皇太子位的含金量 因此急剧降低 朝不保夕 这又是郭贵妃不能忍的 元和十四年末 支持李恒的崔群被霸下 元和十五年正月 李淳患病期间 土秃成垂牟利李运 李恒向舅舅郭昭问及 郭昭让外甥什么都别管 支持李恒的宦官王守成等人 与内常侍陈洪志 是杀的李淳 在事发一日之内 并亦支持李恒的宦官两手牵 杀土秃成垂与李运 李恒被母族与宦官扶上皇位 视为唐穆宗 以上唐宦宗的死因并非全是猜测 史书明确记载了宦官王守成 陈洪志等士军 这几人却没有被新军立刻诛杀 反倒是加官进爵 史书记载 李恒登基四年 改元长庆 可根据死亡时间 与唐宦宗相近的一位 赵氏夫人的穆志明 李恒在元和十五年 二月初五日就改元永新 四年才改元长庆 而唐朝上一次新军即位立刻改年号 还是唐宿宗自立为帝之时 这是基于彰显自己皇权的表现 实际上透着心虚 唐宪宗李纯 严习了唐宗宗的性格特征 即位早期 有志兴唐 便用闲相 中央集权 恢复国力 逐步削藩 激进制平 统治后期 自满膨胀 用肩扁贤 不顾大局 夫妻反目 诸子相残 子谋复卫 造成了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耻辱 死于燕焕之手 是个典型的前明后婚之君 他死后 班镇割据死灰复燃 宦官专权愈演愈烈 园和中兴 只是昙花一现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